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后短短48小时 他就现身共和党拳戴会的会场 受伤的诱饵包扎起纱布 随后他也获得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不过他在现场却完全没有发言 让美国媒体表示他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样 这一次显得低调许多 那么当时身边的维安人员则是上井发调 光是川普走上座会区的这短短几秒钟 就有至少十名维安人员贴身来防护他 川普声势现在也在持续地看涨 根据知名国外政治赌盘来看 川普的胜率从枪击前的六成 现在暴增到72% 拜登的胜率则在两成以下 请欢迎来到美国首席 Donald J. Trump 枪击后短短48小时现身共和党拳戴会 川普身旁 维安密不透风 几个标形大汉围起人肉围墙 介绍性确保川普全身入境 但正对群众与川普同步移动 几秒钟走上座位区的过程 天生为安就有至少十人 夺过夺命子弹的川普 包扎受伤的诱饵 受到有如死里复活后 英雄式的欢迎 儿子小川普激动到热泪盈眶 历年来御用竞选歌曲 81岁歌手葛林伍德 不只现场开唱 更大赞川普是打不倒的勇者 川普不发抑郁但感受到全场满满的支持 全带会首日清零现场 获得黄袍加深 枪击拉高共和党凝聚力 更让外界看好川普重返白宫几率 根据国外知名政治赌盘 川普胜率从枪击前的60% 暴增到71% 拜登胜率则不到两成 只是全国笼罩在政治暴力的阴影下 全带会场外寄警暗房对和特勤 随陆空监控周遭 与高尚团结 竞选歌任务的场内气氛 形成强烈对比 张力德比一